大家好,我是烤辣姐姐 今天教大家做芝麻薄脆饼干 不需要打蛋器,无需打发 只需两步就能做出酥脆美味的芝麻薄脆 首先我们准备好材料 第一步,制作面糊 因为芝麻是生的,味道不好 烤出来的饼干也不好吃 所以我们先要把芝麻放进烤箱中烘烤 给芝麻提香 上下火150度烘烤5分钟 烤好后的芝麻整理好 放一边备用 将糖加入蛋白中 为了避免蛋白打发,我们画Z字搅拌 搅拌至糖彻底融化 没有任何颗粒 然后筛入低筋面粉 我们筛入的面粉量少 不易起筋 可以多搅拌一下 直至没有颗粒即可 接下来加入芝麻和玉米油 搅拌均匀即可 第二步,冷藏烘烤 烘烤之前需要把面糊用保鲜膜封存 放进冰箱冷藏半个小时 装模前我们先给模具铺上一层油纸 装模时面糊咬到烤盘上,只需要一点点 然后用勺子背面抹开就行了 抹得越薄越好 这样烤出来的饼干更脆 放进预热好的烤箱 上火170度 下火155度 烤16分钟即可 香香脆脆的芝麻薄脆就做好啦 像薯片一样薄 但是更脆更美味 而且不含任何防腐剂 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吧 关注考来姐姐为你带来简单又美味的甜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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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